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rank.eq 插入函數 然後一樣在統計類裡面 怎麼算排名呢?特別是 請你找到統計類裡面 它的位置是R開頭 所以你往下找R開頭的 R在這裡 其中的話 在舊版如果你是2007以前的版本 它是叫rank沒有.eq 可是2007以後的版本就是要.eq 多一個.eq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放的是rank 沒有.eq 那個是因為我之前用的是2007的版本 其實其他都一樣 基本上它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 Lumber 就是說你的合計是在哪裡 這個了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REF 其實它全稱叫reference 就是參考的範圍 所以你看到REF就是reference 就是參考的範圍 參考範圍就是說它的合計跟你要比較的就整個全部 所以REF就指的是全部的範圍裡面 那rank它會自動幫你把它重新排序 它會回來告訴你說你的成績這個你的合計在整個範圍裡面排第幾名的意思 OK所以RANK eq就自動幫你把它排排名就對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Rumber就是你的合計在這裡 REF的話指的就是整個 整個的話記得把它選第一個 然後還包含在底下 就是它跟整個範圍比較 所以Ctrl Shift向下 OK 這樣會比較好選 但你也可以在整個拉拉 不過我常常就拉過頭了 又要拉拉拉去 所以我蠻習慣就是用Ctrl Shift向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之後的話呢 第三個就是ODER ODER的話意思是說 那如果我幫你把它排序了 請問一下你第一名是要最高的還是最低的 那這邊的話當然它底下有個ODER 0或省略 表示遞減 意思說 核計比較高的放前面 當然我們是高的放前面 低的放前面 所以就是0 或省略 所以這邊你可以輸入0 或省略 當然就省略好了 不然 等下打一個0多一個 就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的話 它算出來就26名了 不過待會按確定之後 一樣要向下填滿 因為其他人的名次 也會需要 把它算出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有個問題 跟剛剛一樣 就是說呢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怎麼樣 它這個 這個 只要是數字部分的裂號 它會幫你加1 那當然呢 這個2 第2 變第3 應該要變 因為換下一個人 但是這個範圍不能變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在2 跟43 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呢 記得把它鎖起來 不鎖起來 變成說它範圍 它改變 改變就算錯了 OK 就按個確定 好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名字就算完了 有沒有發現 那 照顧 ANO gren 跟 賣